四郎一日九山就路三条轮家庭出的这段路 当机没路上这边 附近的机民要出立是非常不安全 过去也没有发现过交通的事故 因为这边太黑了 小偷都会偷电线 上次我们那边的电线都被小偷偷了 然后追到那边的时候就跑不在了 一日九山三条轮到四郎这个路段 真的晚上是很暗的 没路上很危险 差不多半年前我们晚上更山太阳 我们有出车有人归用 管府今天也到现场会堪 公布图一定要在这段路整个路上 会堪最主要是事务公所针对云一二九线 也就是临错村到伦北村这个路段 大概2.3公里的部分要增设46盏的路灯 那刚才在会堪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要从把路征的形式稍微做一个修正 尽量用挂杆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也说可以顺应民间的需求 来把装置路等电费 可能我对市有公所来说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 所以说初期我们不是说要让它转转都倒 让它转转都倒 让它转转都倒一半 这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 反省将来如果是公所有其他财源的时候 我们再来想一个比较一半的办法 这段路又过没有路过就有路上了 管府也跟公所讨论 看是要改造LED灯新电池 也要转转倒一半 这部份的关键讨论 毕竟宿命的安全才是第一 既吃国用品彩虹不得